那我們就是要把它變成做VBA的輸出啦 所以剛剛比較重要的第一個 記得要先定義名稱 那定義名稱總共我這邊定義主要這邊有三 有三個名稱 一個是 開講101 開講102跟合計 那它的範圍分別是在這邊一個 這邊 102 那記得就是說一定是從什麼 從那個 藍位名稱的下面這個範圍 藍位名稱記得 通常是不要把它包含進來因為理論上這個 上面藍位名稱並沒有要統計啦OK 所以 可以從那個名稱管理員裡面可以查到那合計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這個範圍 等於低藍底下這個這個底下這個這個範圍就合計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用RANK.EQ要做那個排名的話 那主要是 把他的資料跟 全部人比較之後 到底誰的 比較高就排在前面 那主要剛剛的部分喔重點大概在這裡 最後把那個合計部分呢 把它做完 這個地方的話排名 我一樣我們用RANK.EQ 他的成績 跟全部 全部的話是合計嘛 所以F3 合計部分 把合計 所有人的喔 OK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地方RANK.EQ啊 他第一個是他自己的這個成績 OK 然後呢跟 REF的話指的是全部 全部指的是這個第2到第 D 40 應該最下面應該是D43 全部人比比看喔 那如果第3個參數是Order Order是排序順序喔 那如果0或者省略的話 所以這底下有沒有 這個 0或省略的話 那表示什麼呢 這個地方的話 0或省略表示遞減 那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 也就是合計 這個 也就是合計裡面假設 這個最高的就是第1名 騎士就第2名 一時類推 幫我排序一下 那所以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排名他就幫我排出來了 1號他的合計結果是1萬次出現 451次 他排第26 那當然呢他最高的應該是第1名啦 第1名的話我們來看第1名是這個 他1萬次有606次喔OK 所以是所有的這個 機率是最高的 好 那再來的話呢我如果希望 假如說每次因為這個 樂透彩啊 大樂透呢 每 個禮拜開獎兩次 禮拜二跟禮拜五 那如果又開獎我希望呢他會自動幫我再重新排名 重新再統計的話 那 勢必當然我就 最好當然是不要自己重新再下一次公式 而是應該怎麼樣 最好是幫我把它變VBA 所以待會的話呢我們就是要做幾個動作 做出 後 我們右邊看到的這6個按鈕好了OK 這個是蠻常用的功能包含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按下樂透彩幫我把 B C D E 這4個欄位 的 這個 結果輸出 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OK第一個 那第二個一樣啦清除 把這個資料清空 這比較簡單一些些 Demo一下 來清除 輸出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首先第一個 這個應該前面有做過類似的 清除 那首先的話呢我們這個 一樣是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那如果說我要寫這兩個按鈕的話 一樣啦我前面講過按鈕就是sub 那我們就寫樂透彩 跟清清除好了 所以一 請你開啟Video Basic 二的話呢 請你在這個Video Basic裡面呢新增一個模組 OK然後並且 把那個 清除跟樂透彩 分別呢寫一個sub出來那我大概把那個 步驟再看一下我 我這邊有開一個是完成的一個是還沒完成那我在這個還沒完成的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好了我重新在這邊寫一個OK 那理論上你們應該是 你們現在的電腦應該是像這樣就是 反正呢以後你要寫VBA層4 記得呢 一定要寫在模組裡面 所以VBA的 OK你就插入一個模組喔 那我假如說我要寫什麼按鈕的話很簡單你就sub 後面加上那個按鈕名稱 空一格 比較加樂透彩好了 Enter就可以了 他就會自動幫我加上這個後刮弧跟這個 End sub 那我們就把程式寫在這裡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我要輸出公式 不過切記 公式部分呢 記得不用刪掉如果刪掉的話你就沒辦法複製 所以這個假設這個OK 那我們第一步的話呢先跟他講就是說呢 我要寫一個按鈕 其實是sub叫樂透彩 第二步的話呢就是說我要輸出公式的範圍在哪裡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框起來 就是第2列 應該往下應該是到第43列吧 所以你可以Ctrl向下 到43 所以呢我們要輸出的範圍是從第2列到第43列 所以你可以寫一個回圈叫4i等於第2列 到第43列 Enter兩下 記得打一個NAS 意思就是說下一個變數的意思他會從第2個 2一直跳到下一個這3 跳到下一個一直到 456一直到43停下來 OK所以 i裡面的尺喔 他會 不斷的變動 範圍就是2到43 好 第二個的話呢按一個TAB鍵 下一階做什麼呢 幫我把公式喔輸出到這一欄 這一欄喔 那所以呢我這邊的話開頭一定就是Sales 哪一列第i列 等哪一欄呢那我就打一個b欄 後面來先打一個 等於雙以後 Enter一下 因為還有cde嘛 所以我建議你乾脆把這個 先打 Ctrl C Ctrl V 貼上然後記得改一下 b c de OK 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 其實呢這樣的寫完 基本上呢這個 等於就是清楚啦 所以我建議你乾脆把這一段範圍 複製就貼過來 把上面的sub名稱改成清除 那這個就清除 那可是問題上面的這個樂透彩 裡面要放什麼 其實很簡單啊就是前面講過的 把這個公式 複製到這裡 這個公式 複製到這裡 好一時類推喔所以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Ctrl C 那取消之後的話呢把它貼到這個雙以後裡面 做什麼動作呢 特別注意喔 記得呢如果這邊有列號比如說A2啦 B2啦 你就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那改的方法就是 跟前面講過的一樣 雙以後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並且呢把and前後空格 好這樣的話 開獎101跟開獎102好像 公式是一樣的 差別就是 裡面的那個什麼 範圍名稱好像 定義名稱 改成開獎102就可以了 其他好像不用改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我就直接貼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這個 B2 加C3 C2OK 那你就一樣把這個地方貼過來 那記得把B2改成 B3 C2改成 C3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優標 這個移到下一個儲存格 你大概就知道 它變2變3 3變4 意思類推 所以呢我們一樣 把2的部分 改成I 不過比較聰明的辦法 拿這個 有沒有 雙領號到雙領號 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2上面 OK 那這邊也是一樣 貼上去就可以 OK 這樣就完成了 不過跟各位講 這個方法 除了直接貼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打一個AND AND i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AND i就可以 OK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 我把它 這個 複緣 OK 再貼一次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地方的話 拿這個 貼的話記得喔 拿這邊 Ctrl C Ctrl V 這邊也是一樣 Ctrl C Ctrl V 不過你會發現喔 剛剛的這個2喔 這個2原來喔 他剛好在哪裡呢 剛好在那個 字串的最右邊 所以其實喔 你另外一個 改法就是說 直接把2delete掉 AND i就可以了 空一格AND 空一格 i就可以了 欸 不過喔 常常這樣改很多同學 就沒辦法接受 因為他 之前的方法 跟現在 奇怪為什麼這邊 右邊那邊 沒有啦 他就覺得不習慣 啊其實跟各位講一下喔 像我們剛剛那個方法 你這樣用也是可以 只是說呢 你假設說用這樣的 把它貼到2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喔 他這邊一樣是AND i 然後面的話是AND什麼 AND沒有東西 啊其實AND沒有東西喔 有點多詞一曲啦 所以其實喔 將來啊如果你看到那個 剛好那個數字已經在最右邊 那在他的右邊又是雙引號的話 那你可以AND AND i就可以了 不用再AND空 有點多餘啦 當然其實 如果你假設 這還搞不懂沒關係 這個其實AND空的也不會影響 只是看起來就覺得好像多詞一曲 所以記得喔 最後這個地方 把它刪掉 好 然後最後排名 這個排名也是一樣 把這個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那一樣喔這個d 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好了 這個拿這個來co 雙引號到雙引號 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2的地方 OK好 那我們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來試一下好了 這個把它拉過來 我習慣這樣子看 清除 然後輸出 就4個 有沒有 同時輸出 所以他理論上是先第2列的1234 然後換第3列1234 一直累退 也就是全部幫你跑完 那清除的話其實也是一樣 他是1234 1234慢慢幫你清空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清除的部分喔 這樣的清除是相當沒有效率的 會跑得很慢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 你希望跑得比較有效率的話 建議 好像這個前面應該印象中有講過 你可以把這邊 增加一個 工具列到編輯工具列 那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 使程式變為註解 我是建議啦 如果說大範圍的清除的話 建議用RANGE 為什麼呢因為RANGE的話一次就OK了 RANGE什麼呢 你可以從B2 貿號 到1的 應該是43吧 然後呢 等於空的就可以了 第一個 其實寫起來的話 他是一個一個清除 這個是一次全部清除 第一個啦程式比較短 第二個的話效率比較高 所以建議啦 以後如果你要寫的話 可以寫這個方法 有沒有 這個 E43 可以坎坐向下看一下 也沒錯 43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基本上就完成了 這個 跟 這一個 啊最後請各位自行在旁邊增加兩個按鈕吧 有點像這樣子 一個 兩個 OK 那換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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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